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三 那今天一上来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我昨天有讲过 我加州等七个州 昨天进行了初选 那加州有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就是旧金山的地区检查章 Chaser Budden被recall了 被选下来了 所以这个引起了社交网络极大的一个反响 因为在即使是旧金山这么极左的 可以说是全美最自由的最左的一个城市 居然有61%的人投票 recall这个极左的索罗斯资金的地区检察官 他是2020年上任的 他当时上任的时候有51%的一个支持率 那现在他是以61%对39% 把他给选下来的 那我昨天的这个视频里也有提醒过大家去 vote这个H on yes 就是要recall他的 很高兴旧金山的人民终于把这个对犯罪分子非常手软的这个地区检察官 也是推动所谓无现金保释制度 对犯罪分子特别宽容的这个检察官给选下来了 这是旧金山的一大信誓 这也体现了就是即使是自由派的这个居民 都已经忍受不了这样极左派的这个地区检察官了 我相信毕竟每个人都是想寻求一个安全的治安环境的 那他最令人发指的一件作为 就是不仅是取消现金保释制度 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犯罪分子不要他出现金保释的话 他很快可以出狱 很快可以折到街上再一次的作案 他最糟糕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判了一个17岁的一个少年 那个17岁的少年hit and run 就是驾车撞死了一个孕妇并且逃逸了 那居然这个人只被判了几个月的这个少管所 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就体现出这个城市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所以保守派都非常的欢欣鼓舞 很多人就说你看这就是意识着中期选举 美国人民拒绝民主党人回归共和党的怀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即使是很多民主党的这个测试也是这么认为 有的我看保守派的一个评论员就表示说 他说那至少这是对Chaser Budden自己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不可能指控更多的这个犯罪分子了 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个说法 因为就讽刺他根本都不想指控犯罪分子 当然那左派也哀嚎 我看到洛杉矶的这个黑命贵的这个组织者 Melina Abdullah就说 美国最信守承诺最有远见的地区检察官给recall了 被选下来了 并称他为进步派的这个检察官 他确实是非常的进步派 但是就讽刺人民不需要这样进步派的一个地区检察官 可以从投票上看出来 这是美国选举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胜利 那今天还有一个突发的新闻 就是今天早上一点半的时候 保守派的大法官卡瓦诺的 在马里兰州的住宅的附近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被捕了 那他是从加州去的他被捕的原因就是他持手枪和刀具 在卡瓦诺大法官周围逗留 那大家都知道最近 左派为了反对 包括大法官的一个对Rovie Wade的案件的一个意见 那他们都迎集在六个保守派大法官的住宅的周围去抗议 这个是违法的 就是即使他不带手枪 不带刀具 他也是违法的 因为根据联邦法律 就是你不可以到法官的门口去示威 以改变他对案件的一个判决 所以很多人就说 那你看那你们1月6号不是到国会去冲击国会 去影响国会的一个做决定 那但是这个是有区别的 就是因为国会的议员是民选官员 他们民选官员的意思就是 他们必须要听从民意 这就是他们的意义之所在 他是代表人民的 所以如果人民想把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去国会示威的话 这个是完全合法的 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践行 但是如果你要影响法官的一个判决的话 这就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左派就把它混淆为一团了 不管怎么说 今天被逮捕的这个20岁的年轻人 还是从加州去了 目前他的名字并没有被公布 而且他也没有被控告 今天还有一个关于2020大选的一个态度的一个新闻 就是巴西的总统 博索纳罗他前两天在巴西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公开对2020大选表了态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大选之后 他一直都是支持川普总统的 并且他也发出了自己的质疑 说这个大选可能被盗取 他表了这种类似的态 而且他也是最后一批攻克拜登当选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那他前两天接受电台的采访 他就说 他说是美国人民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讨论这个大选被盗选的事情 那他说 我不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发表讨论 但是川普在选举中是做得非常棒的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巴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公然的表态 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 公然对2020大选表态 认为大选有欺诈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勇气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和他的爸爸 老伯索纳罗本身是川普的很好的朋友 他们也一直支持川普的 就是巴西作为这个国家而言的话 他们一直是跟美国不掉一致的 当然除了拜登上台之后 拜登上台之后的话 那巴西的这个总统 伯索纳罗就发表了很多关于对大选的 表示质疑的这个声音 所以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总统 那其实不仅是巴西人民了 我看最近我 因为我之前介绍过很多次2000个罗子 那2000个罗子上映之后 他虽然遭到了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打压 但是根据最近的一个名义的话 那仍然有43%的美国人听说过2000个罗子 这个纪录片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那同时的话 那根据民调显示 有八成以上的共和党人认为大选被倒选了 然后有73%的民主党人认为大选有欺诈行为 然后有超过半数的独立人士也是这么认为 所以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这不仅仅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共和党的阴谋论 或者是川普支持者的阴谋论 这完全是一个在美国得到了大众广泛认同的这么一个议题 那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宾州这个污水池 终于有一个前民主党的这个议员 Michael Ozzie Mayors 遭供说他进行了选举欺诈的这个犯罪行为 那他是这周一前天遭供认罪的 那他说他对2014年2015年包括2016年的选举进行了灌票行为 并且他是这个选举欺诈的一个策划 他供认不会 所以这是宾州第一个民主党的前议员 众议员供认不会自己有对选举作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子 他招任的是他指导和策划了费城地区检查司法官员 他承认候选人把他雇用为这个所谓的政治顾问 并且收买了他 使用了他出谋划策的这些选票灌票的一些行为 那当然他这个议员的话 他在1980年的话也因为受惠而被驱逐出了国会 他今年79岁 那目前招供的只是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一个选举欺诈行为 我相信之后的2020年肯定有更多的选票欺诈行为 被他或者其他人在宾州实施 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美国无可挽回的一个结果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我也听从观众的建议 开通了视频下的这个超级感谢 Thanks 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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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